你已经学过有理数的概念,这个视频,想来找找几个特殊的有理数,来,快问快答,第一题,谁的相反数等于它本身,对了,只有0,负数的相反数是正的,正数的相反数是负的,只有0的相反数等于它本身,第二题,谁的绝对值等于它本身,首先,正数的绝对值等于它本身,除此以外,还有0的绝对值是0,也等于它本身, 所以,绝对值等于它本身的数,就是正数和0,也可称为非负数 第三题,谁的倒数等于它本身,倒数是它本身,那就是倒过来数不会变,显然,只有1可以,1的倒数还是1,就是它本身 诶,等等,负1可以吗?它的倒数还是负1,也是它本身,所以,倒数是本身的数,应该是1和负1,千万别把负1给漏了 第四题,谁的平方等于它本身?1的平方是1,等于它本身,0的平方是0,也等于它本身,还有吗? 有人说负1的平方,这个不对,负1的平方是1,不是它本身,所以,平方等于本身的数,只有1和0 最后一题,谁的平方等于它本身?显然,1的平方等于1,是本身,0的平方等于0,也是它本身 别忘了,还有负1,负1的平方等于负1,也是它本身 所以,平方等于本身的数,是0和正负1 以后要你写,运算之后还是本身的数,你如果记不住,就把0,1,负1,一次往里面带,一个一个验证即可 接下来,我来讲第二种类型 学了这么多数,那有没有最小的整数呢? 想想看,整数可以是负的,比如负999,负9999 想要多小都可以,显然并没有最小的整数 不过,借助数轴来看,虽然没有最小的整数,但是有最小的正整数,就是1 也有最大的负整数,就是负1,这些结论你得记住 另外,如果我问你,绝对值最小的数,你知道是几吗? 对了,就是0 这边所有的数,绝对值比0大 这边所有的数,绝对值是正的,也比0大 所以,绝对值最小的就是0了 好了,就讲到这里 以后再做这些有理数概念的综合提示 记住,多想想0,正负1,还有数周 怎么样,明白了吗?明白的话,就速速去刷题吧